哈加普苏神庙坐落在卢赫索尼罗河西岸 是古埃及第十八代著名女法老哈加普苏所建 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多年 神庙的山崖后面就是国王谷 哈加普苏的坟墓KV20也就在这山崖的后面 哈加普苏几乎是第一位葬在国王谷的法老 哈加普苏神庙与河东岸的卡拉卡神庙 哈加普苏神庙遥相呼应 两个中轴线相连为一条直线 在哈加普苏神庙边上还有两座神庙 一座是法老门土侯太普二世 简于公元前21世纪 这座神庙比哈加普苏神庙要早五百年 另一座架在中间的是哈加普苏的继子 图特摩斯三世的神庙 哈加普苏的时代是古埃及和平和繁荣的黄金神庙 因此哈加普苏不仅建造了这座气势宏伟的神庙 还有阿斯旺的未完成的方间碑 卡拉卡神庙中最高的方间碑 以及卡拉卡神庙中他的礼拜堂 哈加普苏上位法老是因为 法老丈夫图特摩斯二世早年死亡 而法老继承者图特摩斯三十年幼 哈加普苏代理朝政成为女法老 哈加普苏神庙历经几轮发掘 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众多的哈加普苏雕像 就是博物馆在1911年到1936年 资助神庙的发掘而获取的 哈加普苏神庙历分上下三层 最下层又变为神社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 几乎所有有关哈加普苏的图像 和法老图像 古章都被铲掉了 这是因为成年之后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 想抹去女法老的光环 右边为女法老出巡带回的国外职务 以及女法老的圣餐食物 第二层中间的石柱 原本每根都有哈加普苏的木乃伊雕像 第三层最神圣的地方 古埃及最重要的神阿姆神社